2023年12月29日,星期五,农历11月17,每日新闻简报。 加拿大新闻 1.加拿大服装业巨播Harry Rosen于周日辞世,享年92岁。 他已创立商业帝国,打造南庄王国的传奇经历,留下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。 2.加拿大人总结对2023年的感受,感激与疲惫是人们选择最多的两个词。 焦虑、满意、沮丧、正常、快乐、压抑、阴郁、愉快、无聊、充满活力等词语也充实了这一年,女性在各年龄段中更可能表示焦虑。 3.安省沃泰华市南端,四名年轻人在里多河的冰层上发生坠落事故,其中一人不幸身亡。 紧急救援仍在进行中,两名受伤的年轻人正在接受治疗。 4.一名蒙特利尔男子因食用被召回的哈密瓜而沙门市均中毒,已提起集体诉讼。 他对生产和销售哈密瓜的两家公司提出指控,引发哈密瓜安全问题的关注。 5.多伦多机场黄金结案或影转机。 5.警方在调查黑枪走私案时,误打误撞查获大批黄金和50万美元现金。 皮尔逊国际机场的黄金失窃案或有新的进展,警方正紧锣密鼓的调查是否与结案有关。 5.中国新闻 1.中国多地元旦假期天气预报出炉,冷空气来扰新疆,东北大部地区将迎来降雪,而江淮、华南一带天气晴获多云,适宜出行。 2.官方数据显示,预计2024元旦期间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156万人次,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倍。 租车旅游订单量明显增加,成都、北京等地成为热门租车目的地。 3.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,本周呼吸道疾病诊疗量比上周有所上升,主要以流感为主。 国内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停均报告时间从5天缩短至4小时,为应对疫情提供了更快速的响应。 4.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回应进染问题,表示对地方不太好提出建议,建议由各地因地质疑推进。 央视网评称,中国人应有仰望烟花的权利,呼吁更加科学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。 5.最新调查数据显示,2022年30岁人群未婚率超过25%,25岁人群七成未婚,结婚登记对数较2013年下降近一半。 这一趋势引发社会对婚姻观念的关注。 6.陕西重污染天气预警生至宏景,咸阳、西安、宝基等城市启动机动车单双号现行措施,以期改善雾霾天气,保障市民健康。 7.北京朝阳区一村民自建房发生火灾,已至4死5伤。 初步调查显示,火灾或由电动自行车引发,相关安全隐患受到关注。 8.小米汽车举办首场发布会,计划在2024年上半年上市。 雷军表示,小米SU7定价可能会有点贵,但将努力在未来15到20年内成为全球前5汽车厂商。 9.韩媒报道,中国申请半导体专利占比增至71.7%,中美竞争使中国半导体崛起。 同时,韩国11月接待外国游客,同比增长142.4%,中韩关系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。 国际新闻 1.外媒报道,印度尼西亚不锈钢工厂火灾,已至19人死亡。 其中包括8名中国工人。 利比里亚一油灌车爆炸,造成至少40人死亡。 这两起事故引发对工业安全的关切。 2.英国苏格兰部分地区遭受风暴侵袭,洪水淹没道路约16000户家庭断电。 3.希腊部长承诺,若英国归还帕特农神庙石雕,愿提供其他珍宝座展览,引发文物归还热议。 3.加拿大新规要求南策,也必须配备免费的卫生金等用品,主张性别平等。 4.加拿大临火直接排放二氧化碳超过15亿吨,对全球气候环境产生严重影响。 4.美媒报道,阿根廷新政府实施财政紧缩,可能导致超7000名工职人员被裁减,引发工会不满。 5.阿根廷央行准备发行更高面额纸币,以缓解通货膨胀压力。 5.外媒报道,乌克兰今年共收到425亿美元国际援助,欧美日位列原污榜前三。 俄罗斯外长最新表态,表示俄方支持印度,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。 6.本轮巴尔冲突爆发以来,加沙地带已有超过2.13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,已军伤亡超过2600人,其中105名新闻工作者加沙地带死亡。 此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对于中东局势的关切。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。 1.近日,科技巨头埃隆·马斯克宣布计划向自己的私人基金会捐赠10亿美元,约71.5亿人民币,已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创立一所大学。 这一惊人的捐赠计划,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,尤其是考虑到马斯克最新的净资产,已达到2208亿美元,他是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。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,马斯克的捐赠将用于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兴建一所综合性学府。 该计划的具体内容显示,他首先将创建一所中小学一体的学校,旨在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体验。 随后,计划逐步拓展成为一所大学,以STEM科学、技术、工程和数学为核心,致力于培养具有卓越学术和科学潜力的学生。 税务局文件表明,基金会正在积极申请美国南方大学和学院协会Sagstock的大学认证,以确保新学府具备合格的教育水平和标准。 这所学校将采用远程教育和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,旨在打造一个注重实践、严谨的校园环境。 据了解,该计划的第一年将招收50名学生,覆盖白人、亚裔、拉丁裔、非洲裔等多元化背景,以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 虽然学费尚未确定,但该学府承诺为贫困学生提供学费和其他经济支持,以保障每个有学术梦想的学子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并非马斯克首次涉足教育领域。 早在2015年,他就创办了一所非盈利实验学校,为特斯拉及SpaceX员工的子女提供免费教育。 此次捐赠也彰显了他对教育事业的深厚兴趣和责任感。 这一计划被认为是马斯克在教育领域的新尝试,引发了社会对其在大学教育改革方面的期待。 社会各界对这一计划的关注度不断升高,期待着马斯克能够在教育领域创造出新的奇迹。 我们将视目以待,看他如何在大学教育领域展现出自己的独特视角和领导力。 二,在过去的20个月中,加拿大央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已经进行了10次加息。 但2024年,央行是否将开始降息呢? 据Toronto Star报道,金融市场已经预测在明年4月或6月将至少发生一次降息,并且预计到2024年底,利率将比现在低一个完整的百分点以上。 在12月初,央行将其关键的政策贷款利率保持在5%后,央行行长蒂夫·麦克勒姆曾表示,现在不是降息的时候。 并补充说,央行仍然需要看到通货膨胀稳定,向央行的2%目标迈进的证据,然后才考虑降息。 然而,麦克勒姆在12月下旬的一次采访中最终承认,央行可能会在2024年某个时候考虑降息。 如果你看我们的预测,降息会出现在明年某一个时间,但我不会把它写在日历上。 麦克勒姆表示,作为通货膨胀的基准,11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比一年前高出3.1%。 尽管这高于央行的2%目标,但仍远低于2022年6月通货膨胀高峰时的8.1%。 加拿大经济在第三季度以年率1.1%的速度收缩,预计央行将在2023年年中左右开始削减利率。 BMO首席经济学家道科·波特表示,到2024年底,政策利率将降至4%。 政策利率交换交易显示,到4月有50%的几率降息,波特称道6月几乎是板上钉钉的。 央行自2022年3月开始一系列加息行动,旨在将通货膨胀率降至2%。 12月,央行连续第三次维持政策利率不变。 市场一直在预测2024年将会出现降息,但央行一直在拒绝承认降息可能性。 波特表示,这其中有很多原因,央行担心降息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,因为市场普遍认为暂停加息意味着降息即将到来。 央行在宣布12月的决定后,发布的讨论摘要中也赞同了波特的评估,表示如果利率过早放松,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反弹,进一步推动住房价格上涨。 尽管央行的下一次利率公告将于1月24日发布,但大多数观察人士预计,它会等到今年年中或者最早春季才会开始降息。 CIBC首席经济学家艾弗里申·费尔德表示,央行希望至少要等到4月10日,也就是下一次货币政策报告发布之时,再考虑降息。 虽然央行在12月的公告中表示进一步加息是可能的,但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威胁。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,明天见! 各位观众有osphere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